就是把它取代為什麼呢?取代成沒有,取代成一個什麼?空置串 那後面的話有一些中刮弧的部分,那個是option的 就是說可以有也可以沒有沒關係 OK,那這個後面感覺 star as long 它預設值,就是你要從哪邊開始的意思 這個後面這個第四個參數可以不需要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刮弧起來 這樣的話呢,它就怎麼樣呢? 幫我們把這個地方做取代 取代 那取代的話,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取代,然後把結果放到這邊來 其實就多這一行而已 那最後把結果呢,把它放到F1裡面 那我們這地方呢,把F1的資料先刪除 刪除之後的話呢,我們來試試看 那這個地方 我直接執行到這一行 那直接執行到這一行,各位可以記一下Ctrl加F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直接執行到這一行 我就按一個Ctrl加F8 那上面就已經執行完了 就是這些迴圈都跑完對不對 跑到這邊,Ctrl加F8 然後現在的這個字串裡面有空白對不對 然後你再按一個F8 表示執行完畢之後,有不要再放進來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全部的那個空白通通被取代掉了 取代掉之後你要輸出到哪裡呢? 你要輸出到F1的地方 所以把它執行出去 那在F1裡面 就會有我們這個結果出來 那順便講一下 老師那 剛剛講說,如果我今天不要 放在F1 因為F1之後你還要再call到 另外一個工作表 這很麻煩 那有沒有辦法直接乾脆怎麼樣呢? 直接就幫我把這個結果放在這邊來就好了 那不就更省事了 如果說這邊沒有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call過來 實際上呢,你只要再多寫兩行程式 就好了 那怎麼算寫 其實也非常簡單 首先的話呢,它的切換方式 我這邊把它提一下 就是 在那個eSale裡面的物件 工作表叫SHIT 然後呢,儲存格叫Sales 所以SHIT裡面就寄SHEET SHIT加S 特別注意一定要加S 挖幅之後的話呢 它會出現什麼? Default index index指的就是說呢 你的 第幾個 也說你第1個第2個第3個 那或者是說你不要給index 像我們這個地方 百家性是第3嘛 那如果百家性20的話是第5 那你可以給5也可以 給數字 如果你不想給數字,你可以給什麼 給名稱 我覺得給名稱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你給數字下一次 因為你如果工作表會 會增加或減少,那你程式就不行了 可是給名稱的話,通常名稱